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來分享這台GoPro Max 360度攝影機 網路評價非常的好 我就直接租過來使用一整天 結果發現缺點超多 問題也超多 需要改建的地方也超多 原本想買的我都變成有點... 猶豫 那我們就先從缺點開始 鏡頭要細心的呵護非常的困難 不小心都會碰到它 上面都會留下指紋 真的非常可怕 這台攝影機如果要發揮到極致 你一定要買一根自拍桿 你手持的話不管這樣拿 這樣拿 你不管怎麼樣拿 都會有一些限制 在GoPro Max上面的這個小小螢幕 它的觸控我覺得非常的遲鈍 每一個動作之間的動畫都非常的久 真的浪費我的時間 GoPro Max的Wi-Fi連接手機的App 比之前的GoPro穩定非常多 但還是非常的卡頓 延遲也非常的高 手機預覽差不多會比相機還要慢5秒鐘 SD卡的插槽跟電池中間有一個超大的縫隙 非常容易插錯動 GoPro Max的開機速度完全沒有進步 它跟我的Hero 4竟然開機速度一模一樣快 真的是很糟糕 現在的GoPro都少了一個按鍵 就是之前的設定按鍵 這個設定按鍵可以讓你迅速直接的操作 因為只要你的手濕濕髒髒有灰塵 觸控螢幕就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操作方式 可惜GoPro已經徹底的把設定按鍵移除 現在只有切換模式跟拍攝按鍵而已 整個操作就慢了很多 而且常常操作它還會卡頓 明明快門就已經拉到最上面的480 它還停留在中間 真的非常討厭 雖然選單比起之前進步了非常多 但是操作速度慢 錯誤率又非常的高 我真的無法接受 那當你拍完影像你想要使用GoPro的重新構圖功能 抱歉 Windows沒有這個軟體 它只有在Mac上支援 這真的 超瞎 你就要把你拍攝的素材 用相機內很慢的WiFi 傳到你的手機 我大概傳了半個小時 接著你可以用你的手機重新構圖 然後匯出 傳到電腦你才開始剪輯 那我有試過 如果你把記憶卡拔起來 插到手機裡讀取 GoPro App是找不到任何檔案的 超瞎 好了 缺點結束了 我們講一下優點好了 GoPro Max拍出來的影像真的非常的美 它的麥克風也非常的好 接起來了 變你的更需要 麥克風 超 下面這個角座 哇塞 真的是 超級省時間 可以自訂兩個自訂按鍵真的超棒 而且自訂的選項也非常非常的多 螢幕亮度可以從最亮的100 調整到10 真的 非常好用 這旁邊的防水門設計真的是超完美 簡單又好用 這台GoPro Max的電量我也非常滿意 你拍攝一個小時也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誰會需要買這台GoPro Max攝影機呢 第一個你想要拍攝平常人拍攝不到的影像 第二個你時間很多 第三個你可以細心呵護這一台脆弱的攝影機 如果你只是想要開心拍拍影片你就買Hero系列的就好 不然你買Max的話你的精神就會被消磨至今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GoPro Max快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Aaah